哎 大家好 这几天呢 我们做了几期红色的话题 红卫兵 红八月 红色恐怖 这些事 今天呢 我接着给大家再说一说 1966年的8月4号 南四中 达老师 1966年的8月5号 女妇中 达老师 而且他们把他们的两个副校长 一个是汴仲云打死 一个是胡志涛副校长给打残 完了到了这个818 1966年的8月18号 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门楼上接见 这百万红卫兵 当时我就是在这个广场站着的 我们叫标兵 我的上边就是天安门 我们就站在第一排 我们的背后就是百万来北京 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 我说还特别巧 我是第一排 因为我是老高三 还有一个呢 我现在的朋友 过几天呢 我们一块再做个节目 就是他呢 是当时是老初一 他就站在我身后 当时我不知道 前几天说起来了 他说呢 他就站第二排 我说那时候咱也不认识 但现在呢 就这么巧 所以我给大家再说一说这个基本事实 这叫暴力文化 红色文化 红色恐怖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事 因为现在呢 再过几天就开二十大了 很多人都在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所以我给大家补充补充 我们要分析二十大的 谁上谁下 无踪谈起 但是我要给大家讲讲所谓事实 这种事实就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给大家讲几个突发事实 当时在文化大命的时候 我们正在北京四中上高三 完了就多待两年 所以我们是66年高中毕业 但是68年我们上上下乡 就在这一阶段时间里 比较突发的事件 我给大家讲讲 一个叫二元一流 二元一流什么意思呢 就是1967年2月份 当时老帅 打头的好像是陈毅元帅 这个叶建英元帅 还有贺龙什么等 特别是还有一个叫谭振林 他是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部长级的干部 也是一老干部 老革命 他们就在一起 反抗毛泽东发动的 所谓史无前例的 无产情况大命 他们就在一块议论 那个话语也非常的激烈 据说叶建英元帅还拍着桌子 据说劲儿挺大 据说把小手指的骨头 还给拍得有点毛病了 所以我给大家讲讲这事 因为大家现在经常分析 全 我一再说权是三个来源 第一个就是暴力 枪咱得也就是出政权 暴力当然就是权的一个来源 第二个权的来源就是金钱万能 因为钱 金钱或者是经济财富 他可以买暴力 他可以买枪买炮 可以组织购义军 所以毫无疑问 金钱也是权力的一个来源 第三个当然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当然还有一句话 愚昧也是力量 所以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66年的这个红卫病 或者叫红色恐怖 他们的愚昧 他们随便打老师 而且打死 打死北京的老师1700 打死上海的老师1000多 北京大学 这个打死当时的这个教授 我们叫要严格说不叫打死 叫非正常死亡 北京大学据王友琴统计 因为王友琴非常的优秀 他现在人在美国芝叶哥大学 他就搞了一个文革的受难史 他最近刚给我传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文献 但是我给大家念一念 这个北京大学文革中 打死所谓非正常死亡 63人 清华大学 好像是40多 还有天津的南开大学 就这些最有名的大学 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主力 西南联大 日本起立中国以后 这些好大学 北大 清华 南开 他们就到了昆明 云南 组成了一个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一共办了八年 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现在有一本书 就是西南联大这八年的历史 我以后找出这本书 我给总结总结 我给大家也讲一讲 因为这段历史是非常的宝贵 我现在再给点评点评 一个是所谓的二位逆流 就是这些将军们 元帅们 上将们 当然他们有军权 他们就对毛宗的造型逆施 发动的无产金光大命 他们就不满意 后来这事就被定性为二位逆流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毛泽东 1976年9月9号去世 9月不是10月6号 毛泽东最信任的华国锋总理 后来当了这个主席 因为当时主席是毛泽东 这个叶剑英 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帅 还有汪宗兴 834游部队的政委 就是或者叫他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就这几个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身边的人 在1976年10月6号就发动了一场华人城政变 就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欣 被认为是毛泽东的真正的接班人 还有他的四人帮 所以毛泽东38年的妻子江青 还有这个王洪文 党的副主席 张春桥 姚门元 就给他们抓起来了 这种事 现在有人就讨论二十拉 我一再就说你们 不知道这些事 不要讨论 粉碎四人帮 这种事 你们能分析出来吗 所以特别是 昨天吧好像是819 昨天是819 在36年以前 也就是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当时全世界的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 连沾边都没沾边 后来通过后来的文献 检索 就发现他们这些号称 苏联问题专家 没有一个沾边的 他们就不知道 这么一个庞然大国 超级大国 东欧就巨变 苏联就解体 像这种事 我就说这是突发事件 就相当于宇宙 超新星的爆炸 宇宙中突然就有颗星星 爆炸了 它的亮度比平常 一家伙增加了多少倍 多了万倍 这叫超新星 我们管它叫突变 突变这种事 你能分析出来吗 是吧 我就想 你比如说66年 还有就是913 九大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是主席 任命一个副主席 林彪副主席 林彪掌握军权 怎么样 九届二中全会 他们就掰了 因为开完大会之后 有一个九届一中全会 跟九大是一块开的 但是过了不到一年 就开了九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就跟林彪就掰了 分到扬镳了 林彪就跑 没跑了 这种事件 谁能分析出来 所以现在有些人为了骗钱 就在这的自媒体里头 胡说八道 我们当然可以参考 因为只要他有 只要他是 我们叫奸听则明 他愿意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至于说你信不信 那你就自己动用自己的 判断力 你去看看 所以我就想 如果你们现在有人关心 二十大人士 或者是中央可能要发生人事耕动 因为他到了一个坎了 那你们先得了解了解 以前你们不知道的事 比如说林彪这事 谁跟我说的 林彪九一三 跑了没跑了 一家三口 至少是他 还有他的夫人叶群 叶群当然是林办主任 所谓五元大将 黄吴叶里秋 黄永胜 总参谋长 吴法宪 叶群 临办主任 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当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只有两个女的 一个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 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叫黄吴叶李秋 李就是李作鹏 秋就是邱会作 你要不算是这个 叶群四元大将 那都是林彪的干将 他们有没有军权 当然他们有 但是这个军权 他们能不能掌 就是掌握军权 没人也没有 我就一再说嘛 林彪 他原来就是第六把手 叫毛刘 周朱 陈林邓 他当时他是个党的副主席 后来到了八届十二十全会 十一中全会 就把他任命为唯一的一个副主席 毛泽东主席 唯一的一个副主席 就是林彪 你能说他没有权吗 他最后告诉你 他最后跑的时候 他连那个 他的那专机 专机的型号叫 英国产的三叉戟大型 喷射机 那个给他开飞机的机长 叫潘景音 他最后他有 你说他有军权没有 他有军权 他想跑逃命 而且他要坐他的专机 逃走 那个专机的机长 叫潘景音 上飞机 给他开飞机了 但是 那个副机长 或者叫副驾驶员 领航员 什么机械师 这些人 就那班子 就没凑权 按说你说荒唐不荒唐 人林彪久经考验 对不对 辽审战役 林彪打的 对不对 身经百战的一个指挥员 怎么样 最后连自己的专机 就能够 有一个驾驶员 潘景音 副驾驶都没上 所以我一再说 你们老是说权权权 这就是荒唐 你有权 你掌握得了权吗 所谓的军指权 指挥权 你指挥得了吗 我还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所谓的 就刚才说的那四人帮 那四人帮 毛泽东身边最有权的人 当然就是 你办事我放心的 华国锋 总理后来变成华国锋主席 他的十个元帅里头的一个元帅 叫叶锦英元帅 军委常务副主席 汪东兴 中办主任 班三司服的政委 毛泽东玩了这么多年 全数 这个27年 死了不到一个月 他最信的人 就把四人帮 包括他的职责 就给抓起来了 我就问你 这些事你们知道吗 在这瞎分析 对不对 咱们先得说说历史上这些事 这些事不是分析的 是基本事实 包括传出了一个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公检法的一把手 周永康 他是属于七大领袖 还是九大领袖 差不多吧 反正不是七个就是九个 因为有的时候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七个 后来就变成九个 现在又是七个 公检法的一把手 这很快就给抓起来了 你要说周永康能没权吗 据说他在北京的城区 叫政法 就是政法委 政法委的大楼 曾经还有人听见过枪响 这件事还没有完全核实 以后有人知道这事 给大家讲一讲 他就跟那个 他跟几个人搞四位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 这就是突变 你分析二十大 他会不会有军事政变 当然会 也得说习近平是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总书记 他能不能掌握军权 我认为没门 毛泽东27年 最后就死了不到一个月 就让他的罪行人 就把他那四人帮 就给抓起来 还有他侄子 就给抓起来了 毛泽东掌握军权了吗 我一再说 76年728号 唐山地震 三天解放军材到 于是唐山地震中 周围的老百姓 多死了二十万 一共死了二十四万 再加上伤 按照正常的分析 唐山那种大地震 如果军队抢救及时 最多最多死 十几万 他怎么能死二十四万呢 至少他多死了几万 为什么 调兵 调不了 那次调不了 不是毛泽东调不了 是毛泽东老了 老了以后 他的信息处理的能力 大部分都下降 所以我就举这例子 包括林彪 有没有军权 有 周永康 公检法的一把手 有没有权 有 现在习近平 军委主席 有没有权 有 但是他能不能够运作他这拳 达到他的以前所谓的目的 他不见得能达到 这叫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清廷性命 我就想起来 红楼梦的一个 著名的一个诗 叫漏使空堂 当年护满床 护满床就是中央文件 哭 哀枣哭肠 曾为歌舞场 歌舞场什么意思 毛泽东在中南海里头 他跳舞 原来一周跳一次 后来一周就跳两次 这就是所谓的歌舞场 诸丝结满 结满 这个梁 绿沙 今天又胡在了棚窗上 说什么 纸 涂质抹粉那纸 说什么纸正浓 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双 就牢了 昨日黄统龙头 送白骨 今朝 红灯 仗底 沃冤阳 就是所谓姓 因为这些当官的 就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石 一个就是姓 所以石则姓也 一个就是大石大喝 还有一个就是姓 最后那两句话 就是不是两句话 最后那著名的话 就是金满香 银满香 转眼乞丐人皆亡 证探他人 命不长 哪知自雷 自己归来丧 你们讲这道理 这就是红楼梦 最著名的诗 我们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 组织我们学习红楼梦 因为那时候 毛洞有一个批示 他要 这个让大伙都学红楼梦 所以我们当时 这个老师也给讲 讲好几次 所以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们分析二十大 无敌之谈 就这种突发事件 谁能知道 毛东能知道 毛东也不知道 他死了不到一个月 谁知道 他最新的人就把他的 三十八年的妻子 还有他侄子 主席联络员 就给抓起来了 知道吗 还包括林彪 林彪揣摸毛主席的心理 最后被认为是二副统帅 统帅是毛东 副统帅就是林彪 怎么样 突然间就击毁人亡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我在北京四中的 我们这些老校友 他们这里有不少 都是中国顶级的高干子女 或者叫红二代 红三代 上次我就说过 中国有十个大元帅 六五个元帅的儿子 就是我同学 或者校友 包括大将十个 上将好几十个 这些中国顶级的 所谓的红二代 红三代 有不少就是我们的校友 同学 最近他们就传了一个消息 有可能是谣言 有可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就是林彪死了五十一年 林彪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的校友 比我大两岁 叫林立国 现在改名为林立荣 前一阶段出现 他说你们说 林彪专机 逝世 这是肯定的 林彪也死了 林彪的夫人 叶群也死了 但是林彪的大儿子叫林立国 他回来了 他在几个月以前 出现在北京的某种社交场所 比如吃饭 他说我没死 你们说我死了 有什么根据 人家说你死了 得有厌尸报告 中国的一句话叫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们只能说他失踪 人家失踪人现在回来了 他就讲他这五十多年 他的一些经历 听他讲的人 有人认识他 有人也不太认识他 但这些人 他不是一般人的 他都是我们北京四中的校友 或者是同学 用一句玩笑的话 那都是人精 而且他们都是 顶级的 所谓的 红二代 他们有好几人跟我打电话 说你觉得这事真的假的呀 我说我怎么能知道 它是真的假的 但是他们就讨论这事 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呢 一把手 二把手 发生的这种 党内激烈的斗争 包括三把手 这个 说出来 你想这一 老大老二老三 他们发生了这种正式斗争 你们一般人能知道吗 所以这件事挺有意思 已经过了将近五十一年了 林彪的大儿子林立国 他说他没死 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学 老校友 全力的想找他的证据 举证 治证 认证 到底这事真的假的 他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还是就是一个大谣言 现在搞不清 所以将来我们准备开一个专题讨论会 就是要讨论林彪的这个之谜 希望你们都愿意 如果感兴趣 你们都听一听 也可以发表意见 都可以发表意见 你认为这事是谣言 那么有些人说这不是谣言 为什么呢 到现在没有林立国的验尸报告 这是确实的 还有就是潘景寅 他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 当时给林彪定的是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 这件事就是胡扯淡 你想林彪跟江青 他们俩怎么就成了反革命集团了呢 当时就是一个冤家村案 后来胡耀邦总书记主席 主持平反印甲村案 像这个印甲村案没有涉及到 因为他层次太高了 他就直接涉及到老大老二老藩了 但是我知道一个细节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当时总理是周恩来总理 第一副总理 常副总理叫纪登奎 纪副总理 他的 他的人 跟他非常近 近到什么程度 他儿子 对不对 跟我们这些人一共一块说的 就是周恩来处理完林彪事件 什么叫处理 因为周恩来他 他是一个总理 他是主抓全局的 他呢 就当时林彪死了以后 得向中国的这个省委书记 我们叫封江大吏 还有这些几大军区 在头 什么新南局 东南局 中南局等等 这些大区 他叫大区 大区大概得管 四五个五六个省 他跟这些头 直接打电话 向他们报告 林彪事件 因为林彪已经写到党章里头了 你突然间就说他死了 什么回事啊 周恩来总理亲自 给这些大区的头 打电话 打到后半夜 实在是累了 还剩几个电话 他的常务副总理 季登奎 给他打电话 为什么 给他打 因为他太累 而且为什么 季登奎和周恩来 他们就站在电话机那 一般都是周恩来打 还有几个电话 周恩来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已经到了当时的凌晨了 打了一九电话 到了凌晨了 周恩来实在累了 所以季登奎就替他打 原因就是 那些大区的头 他们都知道周恩来的声音 所以说如果对方 是某个大区的头 他们有怀疑 那么季登奎就把这电话 再给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跟他说话 因为他都知道他们的声音 这个电话打完了 已经到了凌晨 这个周恩来 已经回到他的卧室 准备睡觉了 季登奎呢 也回到他的卧室 他们俩的卧室都在人民大堂 人民大堂当时已经清空了 没有人民人 就他们两个的这个卧室 还有一个作为办公室 季登奎回到他的卧室 准备休息 这时候就听见周恩来穿着拖鞋 拖了拖了的就过来了 就到了季登奎的卧室 进门以后 面对的墙 嚎啕大哭啊 季登奎自己说呢 他说我也不能劝 我也知道周恩来的压力太大了 你想一想 这么大的事 周恩来主持政府的工作 这么多年了 大哭 这谁干我的 就是季登奎的儿子干我的 不光我一人 我们有几个人 大概有五六个人 亲自听 这件事 很多人就不知道 那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对于周恩来打完电话以后 大哭 哭到什么程度 用他们形成词来讲 跟小孩子一样 面对墙 这个季登奎从他的后背去看他 他的双肩哆嗦 那个背摇 这个颤走 说他就没见过周恩来这么哭 那我就问你们 周恩来哭这件事 你们得分析一下 他的心路历程 他怎么想的 他也没看 他也没想到这种事 他就像这种事 分析这种顶级人物的心路历程 这就是所谓 这个或者叫犯罪 或者叫犯错 我们叫发声学 这就是我们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你们得分析他们 包括毛东 他怎么想的 林彪怎么想的 周恩来怎么想的 现在你在分析分析二十大 习近平怎么想的 还有现在的二把手李克强 包括他们那些中央政局常委们 你得分一分析他的心路历程 你再找一些所谓爆料 爆料那不就是特务吗 就是特务知道一些消息 就跟你们说 你们也可以信 你们也可以不信 但是我就希望你们得 通过自己独立的 这个分析 因为前几天就 不是前几天有个大骗子吗 他叫爆料革命 他就用革命来形成 就是他道听途说 一些东西 有些是真的 有些就是假的 现在爆料 为什么爆料能骗钱呢 你在自媒体上 你爆料 你就说这个最敏感的事 一会儿你说 习近平就是连任 已经成为定局 一会儿你说 习近平肯定得下 李克强可能上 还有人说李克强 这个也岁数也不小了 对这种所谓讨论 中央人事耕动这种事 就是现在全世界 都比较重视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嘛 俩字就是骗钱 你说这个爆料 你说到习近平 李克强等等 有人愿意听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当然愿意听了 但真的假的 我就说你们一定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我们叫陆瑶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现在不要急着下结论 你可以听 听完了 你可以对你的消息来源 进行一个判断 比如过了两三月 这事就定了 所以我们叫水落石出 或者叫尘埃落定 那你们就听听 你们周围这些人 所以爆料这些人 他说的对不对 如果他说的对 他就有信用 增加 他的信用的程度就增加 如果他说错了 他的信用等级就下降 也就是对他的信用程度 进行评估 这种评估可不是说 找一个机构评估 就是自己 比如我周围有好多人 比如我的室中 有好多的校友 或者是同学 他们对这种事 他们也说 说完之后 我们就听着 听到这么些年了 如果你说这人呢 他分析对 就是他不跑调 他 他这个是什么 就是招调 他不离谱 你就知道 这人的脑子不错 有智力 而且也愿意说 如果你发现 他说的根本就离谱 那你就对他的信用 画一个问号 这件事是你在周围 你跟你的朋友 最好的一个判断的机会 这就是说 他说错了也不要紧 说错了他是猜 猜错了怕什么呢 猜错了你得明白 这小子老猜错 或者这小子老猜对 你就得明白 猜对 他的信用等级就上升 他猜错了 他的信用等级就下降 以后你再跟他交往 你就对他的信任度 有一个客观的判决 当然你也可以打分 就包括银行 银行他就打分嘛 是你是一个A 还是两A 还是三个A 如果你的信用等级高 就给你三个A 那你的信用等级高 你就可以借钱 借的钱就多 是吧 这个还期可能长 所以现在的社会 就是个信用社会 但是信用得平级 平级不能瞎平 得有无数的案例 或者叫这个例子 最后就给大家 讲解这思路 现在呢 你比如说 我这个 我这个 也算老朋友 就是北京 师大女妇中 我上高三 我是四中高三 有一个杰出人物 王友琴 她是师大女妇中的高一 她最近 有给我传了一些材料 非常有价值 所以我就让我的 女儿给念一念 这个 什么 就是你们对于 红色文化 或者对于这个 红色恐怖 对于红卫兵 对于红八月 也得有一个认识 这种事挺惨 不要多听 但是也得听一两个 你就对这种所谓的 这种暴力文化 你就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 下边 我觉得听我女儿 周华给念一念 你给放一放 因为她是在电脑 她是在手机里 什么意思 就是 八 六六年八月 红八月 这个 在这个 八一八接见以前 1960年8月18号 毛泽东在天安门 接见百万红卫兵 之前 北京有一种暴力 就是叫做 抄家 抄家就是破四旧 利四新 这个话谁讲的 这个话在天安门头上 是林彪讲的 完了就开始抄家 现在这抄家 在文化大命的时候 它是一个 宠卫兵的一个 商标 所以叫红色恐怖万岁 现在美国也挺有意思 据说美国在一两月之前 抄了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的家 按说美国 他没这词 也把他们家给抄了 也就是说 把他们家里的秘密文件 由他美国的有关部门 给拿走了 现在正在打这官司 而且有一些暴力的苗头 因为川普有七千万粉丝 人家不干 你给人靠一帽子 当然了 美国是法治国家 他得去打到最高法院 他需要有个过程 但这个事也挺有意思 说你在美国 你就没听说 美国抄家 美国也抄家 抄他家 抄前总统 特朗普的家 就把他们家 那个也不是多少箱子的 所谓文件 就给拿走了 所以你就 现在就 我给大家讲讲这事 这美国跟中国 是有共性的 因为都是人类 他们的基因 99.99%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叫人类 他不叫鸟类 他不叫兽类 他也不叫鱼类 所以人类 绝大多数基因 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词 就是红色基因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 你这个 红八月 红色恐怖万岁 和这个红卫兵 你们那基因 现在就变成 红色基因 哪来的 以后怎么发展 以后我专题 给大家讲讲 这红色基因 这红色基因 是生物学的词 现在请周华先给我念 你这事啊 就是说那这个 66年的 红八月 发生的 在北京 发生的抄家 和把这些 所谓的 地铺返卫右 把他们都轰走 把他们 轰到他们原籍 因为中国有一个干 叫老家 老家就是你的原籍 就把这些 干部 知识分子 还有各类的名人 就把他们从北京火车上 给他们送到火车 让他们上火车 完了回老家 要发遣送 遣送回原籍 这个原籍 这个概念 在美国没有 你要说美国的原籍 在哪呢 人家在欧洲呢 美国原来是印第安人 他当地的土著民主 美国人 说是美国生的 有 但是说他 原来他就是美国人 只有印第安人 是 很少 现在越来越少 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给你们 大家念念这个 这就是王友琴女士 非常接触的一个女性 给你们传来的 你们有些感性认识 对于你们分析以后的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 非常有用 讲个故事吧 1966年8月份的故事 这个我早就想把我的故事 整理整理 讲出来 但是一直扪心情讲 这段时间我也很少讲话 这个到群里看一看呢 有的时候是干巴巴的口号 这个对韩反动口号啊 我一般不进耻 也不鼓励 但是通常呢 这个没有任何内容的口号 它就失去了 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了 就没什么看头 满篇都是 连日好几天 几个哥们在那喊来喊去的 就没这大意思了 这个所以说 这个我不太想讲些什么 这个我还是希望啊 这个有点政治性 有点艺术性 把这个结合起来 干干巴巴的口号啊 说实话 你就是打字打出来了 喊出来了 也没几个人愿意看 因为大家都会 这个群里啊 有好几个哥们 在小窗口告诉我 说他们都很 以前都参与的 现在都不参与了 就是因为满屏 就是这些话 一日容易被封 你看我们被封了多少次了 一日确实太肤浅了 有多大意思 没多大意思 有的同事 记获日语学得很好 也是那么干巴巴的几句话 这个实在这个兴趣不是很大 所以我希望同志们改进一下 一个是为群里着想 不被封 少被封 一个是为大家的这个耳目观瞻着想 多点艺术性 这样我好吗 OK 所以说我今天听了老苏的这个讲话呀 这个讲课就把它转过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那个我们没老苏的能力和水平啊 但是可以大家想一想 向老苏学习一下 这个今天下午啊 这个我听到那个反射湖讲故事 我觉得讲的 觉得讲的特别好 反射湖和那个老郭两个人 讲两个山西 这个就是打造了全日故事 你看别看那篇幅长 它一个个故事情节在里头 包括家里在文革期间 和解放以后所受到的迫害 它能够通过这些故事 能活生生的让人们反思 能看到这些故事的现实 那种能有一种感觉 最好是拿卖讲 打死太费劲了 我是这个建议啊 讲得很好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1966年8月 也就是说在818之前 在这个毛主席接见 胡一平之前 从8月初到8月18号 这一段时间 这个北京市风起云涌的 一种现象 一个就是抄家现象 就是破四旧的现象 就是这个要把无产级 文化大革命 进行打底 进行到底 砸烂一切牛鬼蛇神 在社会上 升起了这么一个风 在这股风气的指导之下 甚至喊出了 红色恐怖万岁 这个口号 这个可以想象 这个各个北京各个中学 批斗老师 打死了校长 打死了老师 包括这个很多这个 这个很残酷的现象 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 也就是1966年夏季这段时间 它不仅仅是破四旧了 是抄家 这个行凶打人 披斗 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这个据我所知 在8月的某一天 那会儿有个红卫兵战国报 可能就是死亡了300多人 具体数字我记得不是很轻 但300多人印象非常清楚 我记得在8月里有一天 某一天 北京市政府下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的内容呢 我记得不太详尽 大意就是 不管是革命干部 包括是北京市政府的 各部厅委办的干部们 如果出身于地主资本家 也就是他们地主的父母亲和亲友 如果住在家里的余力 驱赶回农村 让他们自食其力 让他们结束这个不削阶级 不劳而获的在北京的生活 全部赶回原地 这个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委联合发出了这份通知 这份通知还涉及了国家机关 就除了北京市委之外 还有国务院的各部委机关 也是照着北京市政府 这种极左的文件精神 也类似的发出这么一个通知 也就是在北京市的 这个各个机关 凡是出身不好 他们剥削阶级的父母和亲友 在北京居住的 跟他们住在一起的 一律驱赶回农村 而且时间限定的很严格 也就是在一星期或者一周之内 把他们全部赶回农村 这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庞大到数以万计 这个任务呢 就交给了北京市中学各红卫兵组织 本身这个编制 就比如说某某某的父亲 是老地主 他在家里头没有 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他到北京市跟他的儿子在一起住 在北京市的儿子 比如说是个处长吧 就把老父亲接来了 就是驱赶这些人 这些人的户绩落后于北京 建国之后落后于北京 层层报批 给予了驱赶的命令和名单 于是这些干部也没有办法 遵照上面的指示 把自己的老父亲 送往北京火车站 给他们买了火车票 也就是当时在文件下达之后的 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让他们乘火车 这个所谓驱赶回原济 这个具体的 在火车站的执行任务 执行的工作 就交给了西城区的各个中学了 给了交给当时的各个中学的 红卫兵组织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在当时就接到了这份 这个指示 所谓的指示 不知道从哪来的 咱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红卫兵接到这个指示以后 我们学校的保卫队和保卫人员 连续一个星期在北京市火车站 那个地下通道 我们全部站满了 来监督 这批所谓地赴反外诱的分子 监督他们 押送他们上火车回原济 把他们赶回原济 具体任务就是这样执行的 每天晚上六点钟吃完晚饭以后 到凌晨一点两点 这是我们的值班期间 在值班的过程中 看着北京市的那些干部们 扶老邪幼 带着他们的老父亲老母亲 扶着他们上火车 被驱赶 这是我第一次在文革中 遇到的大规模的这个 独大事件 大人事件 这个不是武动 因为对方没有还手的能力 没有还手的力量和资格 纯粹是被殴打 挨打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现在都记忆在脑海里头 从那天以后 我不是因为觉悟高 我是闻到血腥味了 这种血腥味激发着我 让我产生了本能的反感 这种反感导致我后来对一系列问题 都产生了反感 反感不是反思 我要说明这一点 我记得我们学校去了两三百红卫兵 都拿着木枪 拼死刀的木枪 棍棒 和皮带 到了北京火车站以后 它的地下 入口和出口 北京火车站不是进了站以后 每个站台不是先从地下隧道进去吗 先有一个很长的楼梯 往下 向下的楼梯 然后进入隧道 然后再进站 比如说四号站台五号站台 是这样的 大家都有熟悉北京火车站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都串联过 那会儿我们就从一号隧道 然后通下去 两边站满了我们红语兵的人 一直到四号站台 一二三四四号站台 全部都站满了 除了我们学校之外 西城区好多学校都去了 我们当时去的学校里边 也有五十集中的 也有预言谈的 很多学校 还有其他的室内的学校 我们学校去的人比较多 学院府中 可能去了两三百人 这两三百人呢 就是左右排成排 中间呢 过去留下人形横道 就是那些被压解的 住在北京的所谓地府返回右 被驱赶的人群 当时我们全部都穿着军装 拿着各种武器 有棍棒 有一部分是整个就是武装袋 还有一部分就是拿着平磁刀 那个木枪 因为部队训练的 从大院里头 从院里头盖出来的 那时候很好找 那种木枪 就刺杀用的木枪 在我们这个 这个两边都站了人之后 这个人墙啊 可能有一百多米长 从站到入口 到直到上火车的 那个站台 比如说四号站台 我们全部都站满了 送行的人员呢 就掺着他们的老父亲 老母亲 或者老姐妹们 逐步步履满山的 向前行走 就这样的人墙 从晚上六点钟 一直到凌晨 一二点钟 几天 可能有几千人呢 男女老少 父老相亲 沿着这个人墙 把自己的亲友 住在北京的亲友 只要是出身不好的 全沿着这个人墙 送上火车 驱赶出北京 而这个人墙呢 就成为 我们以前所听出的 这个百人鞭啊 斯大林不是经过百人鞭吗 就是这边一百人 那边一百人 都拿着鞭子 然后犯人从中间走过 各抽 每个一百个人都用 轮圆来用鞭子抽他 我觉得这个百人鞭 根本不如 当时那个情节 就是我校红衣兵的残忍 因为他们拿的 不光是鞭子 他们有武装袋 更凶恶的是铁棍 所谓铁棍 就是冬天烧火 那个铁棍 就是铜火的铁签 当然 那时最残酷的武器 就是木枪 就是部队 拼刺训练的那个木枪 我记得我们 红衣兵中 有一个人叫如强 他爸爸是 卢南乔 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卢南乔的儿子叫如强 他从家里头呢 可能让警员拿了一个 他们家的警员拿了一个木枪 拼刺用的 他一夜之间 一晚上之间 全在用那根木枪 用突突刺的动作 从正面 侧面反面 自杀那些老头老太太 就在我的身边 我能听到肉声 骨折的声音 和残叫 他每次突刺的时候 旁边那些老人家 都有亲人 都是北京市的干部 看着自己的父亲 母亲 姐姐妹妹们 都是老年人 被死倒在地 也不敢喊 也不敢愤怒 只能跪下去 把自己的父亲背起来 一路小跑的往前跑 来躲避这个土司 躲避这些皮带 躲避这些木棍 但是哪能躲得完呢 因为太长了 从近站到四站口 躲长一百多米长了 哪能躲得完呢 我没有见到 当时有人被打死的 但是我却见到 打吐血的 本来我们接到的任务 是维持秩序 把他们压解上车 因此我个人 是按照这个命令 维持秩序压解上车 我站在那里都没有动 我也没有劝 因为当时 是一种什么政治氛围 不用我解释 但是我看到那些 动手的人了 张牙舞爪 动手的人了 都非常残忍 甚至我所崇敬的 我们学校的 胡卫兵领袖们 他们也无能为力 虽然他们动手的极少 也有个别人参与动手的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制止这种残暴现象 我想说的那些 连续去了一个星期 维护持秩序的人 全部是干部自己 基本上都是各军兵种 各大院的孩子们 做成的 学校里的红衣兵 也就是红二代 一丝丝的军装 都是穿老队的 一丝丝的武装呆 全是这批人员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红二 我对红二这个认识 就是从那天晚上 开始的 原来还很自豪的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一身军装 敢于效命将场的 敢于保卫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红旗 而随时牺牲的 这帮红二 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 以后我产生了一种反感 这种反感是血腥的反感 是肉体上的 蹦蹦蹦的声音 被突刺击中的 骨折和断裂的声音的反感 它不是反思的 也不是理论的 纯粹是血腥的反感 红二 我现在把它叫做二红 二是什么 二是基本的意思 我是统称吧 对这代人的统称 当然后来以后 经过严格的反思了 这种反思也是很残酷的 首先是对自我否定 然后是对愚昧的否定 甚至是对上一代的否定 这种否定时而反复 时而炫耀 炫耀的时候 包括每家每户 每家每户的资格 哪个方面决在哪个根据地的 哪场战斗出来的 战友情深 时不时地能闪现出 这种血液中贯穿的和融会的东西 但是同时 过不了 过不了层级何时 这种闪耀 这种闪耀又被自己所羞愧 算可吃了一字 解放后人们给你们待遇 早就超过了解放前 你们流入了几滴血 几滴汗了 你们解放后那么多年 骑在老百姓的头上 作威作福 享受了各种特权 你们还要怎么地呀 当然了我们这个区内 有很多是 红二 老同志家里出来的孩子们 都有很多 之所以我在这儿讲这个问题 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 我们的上一辈 不能不说我们的上一辈 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 也被洗脑了 也被蒙蔽了 在蒙蔽和洗脑的过程中 他们也冲锋在前 退却在后 在一个伟大的口号之下 解放天下 劳苦大众的 这个口号之下 也为人民愤怒过 我一点不否认 我再补充一个事实 刚才我讲的故事里边讲了一个人 叫卢强 他的爸爸是卢南桥 从后政治部主任 原来是个少将 唐山地震的时候 卢南桥的女儿在唐山 二十次医院 医院倒塌了 她女儿被砸死了 卢南桥开着自己 一家轿车跑到这个医院 只把自己女儿的尸体放到车上 拉回京西火葬场 洗脚火葬场火葬了 其他的二十次医院里边 七八十具尸体 里都没有理 后来这个二十次医院的党委 向军委反映了这个问题 说这个特权到了这个份上了 还有什么同志关系 军委就把卢南桥就地免职 这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讲 在关键时刻 大家可以看出 是什么东西 腐败 从那时就开始了 可能这个故事 我讲得过了 我这故事已经讲完了 但我至今听到那些声音 听到那些大喊和惨叫 听到那些用 那种木枪 那种统杀老百姓 那属于击杀老百姓的那种骨折的声音 全是咱们红二干出来的 而且干的是天经地义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然后吐死 而且还喊着啥 那种声音 我至今在我的眼前 咱们现在不允许拍这方面的电影 但真应该拍摄一下 让你们心中战斗战斗 让你们觉得真是对不起老百姓 让你们觉得是人而不是狼 我说完了 好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图片 我们广大山区的孩子 我们的父老相亲 他们并不富裕 而且还至今还过着苦日子 所以我有时候真 想说 这个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红二们 你们已经行将旧木了 以后能不能把这个二红这个皮 扒下来 就认为你们自己是一个 普通老百姓的人家 看看老百姓还能够接受你们吗 如果有了这种心态 在重新认识社会的时候 可能你们推动社会的力量 就不仅仅是从立体主义出发了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 在老年之后最后的进步 而且这种奋斗和牺牲 所换取的 当时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国家 但是后来的发展就不用我说了 如果我们说这红二身上 有一点革命的继承性 我们把这种革命法 有点光荣性的话 仅仅在于此了 而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没有迈进一步 我们没有把权力还给人民 没有建立更广泛的民主和法治 这都不用我说了 大家看得比我清楚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从这论文八月份开始以后 我们怎么能够 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 能陷入这种恐惧呢 能全民在这种恐惧中 饮血狂欢的大多数 我们的老百姓 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 怎么可能在这种专制 在这种暴政之下 一群一群成千上万的人 在一个人的脚下喊慢罪呢 我就想这个问题啊 有时候是想这个问题 直到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红二代们 他爸爸是谁 那歌唱坊啊 听说什么将军将后歌唱坊 将后什么歌唱坊 是谁 他爹是谁 我当时心想 你们这帮傻逼还在吹什么呢 你们不觉得那是羞辱吗 那是恥辱吗 你的父亲给人民什么了 还有说什么 这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海军啊 某某姓周 他们家被拆了 什么可惜了 他儿子还写出什么 什么永别了 我住在这个地方 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恶心 你怎么比那个地主坏多了 地主被我们镇压了地主媳妇 还跟他妈跟 让红军给霸占了 好歹他妈的霸占他的红军战士 还吃了喝了 调了 他们你们家算什么你们家 我真想问问他呀 你们给人民带来什么了 解放以后 你们享受的多 特权的多 还是服务的多呀 这可以拍着胸口问一问啊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很少暴露出这么深刻的怨恨来 我这是永远恨 好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 前几年我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 有个清华大学的老学长 他有一个报告 叫拷问灵魂 现在呢 就是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 红色恐怖万岁 或者叫基因 红色基因 现在我们就要拍一系列的这个节目 来拷问红色基因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红色基因是什么意思 因为年轻人现在叫小粉红 他们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放这个事 让你们知道知道 它不是一件事 成千上万的事 这种事有人跟我说了 你放在干嘛 我这种事你也不要多听 但是你要听一两件 你就有了感性认识 你不要在这说我们就主张统一台湾 武统台湾 你统一台湾干什么 台湾一共是2350万人 你把他们给统一给打去了 我们给他打内战 打内战什么结果 台湾人有些糊涂 糊涂虫 还说呢 什么这种各种的说法 我觉得都非常的荒唐荒代 荒谬荒芜 如果红军这种红色文化 蔓延到了台湾 什么结果 你们台湾的老师 没有被打过 而我们都是亲眼看见 我们的老师校长 被打死打伤 还有一个事 我也说一次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当时北京西城区 468中 4中6中8中 他们的所谓红二代 红卫兵把我们这些学校的老师 和这个书记校长 还有北京市委的这个干部 我记得俩人 一个人就是北京市委教育部的一个女干部 叫汪家囚女士 因为我跟他应该说有一度 还挺熟的 我跟他聊过天 汪家囚后来就当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还有一个他手下 他是北京团市委的 还有一个人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俩熟呢 因为我的表姐比我大三岁 在1954年 这个被北京团市委到北京中学 挑三对男孩女孩 我的我表姐 就是我妈 我母亲的姐姐的孩子 不管叫表姐 比我大三岁 就被挑中了 所以在1954年 也可能是53年 就被选到到天安门楼上 是51还是11 就这两个节日 给毛主席献花 当时我的五表姐就给毛主席献花 三年级 由于他长得很漂亮 又有这个经历 所以他就后来就演了电影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一个电影谁都知道 叫祖阁的花朵 让我们荡起双奖 在北海拍的 那个电影里头有一个女的 女演员 那就是我表姐 为什么他就演电影了呢 因为他给 在天安门楼上给毛主席献花了 那是绝大的一光荣 所以我就给你们讲讲 我们的亲历 就是亲身经历 这些事 小粉红连这才都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还有意的掩盖 你不是流行病 几年以前 出了一个武汉的所谓冠状病毒 也就是病毒的流行病 我们现在的领导人 隐瞒疫情 就是啊 你说像一个流行病 你瞒他干嘛 瞒到现在 中国没完了 还在清零呢 对对 这个全世界已经基本都完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讲讲 这个红色基因的这个事 包括这个拷问灵魂 因为现在这些人 我今年七十五 比如我在大几岁的人 基本都是七老八十 至少也是七十岁以上了 你看我上高三 我今年是七十五 当时上高一的 就是也七十了 最后的机会 就是你们在见上帝之前 你们把自己的这点经历 给说出来 我们叫口述史 把该反思的 你们都告诉后人 所以当时呢 就叫做 毛泽友去口头禅 毛泽友说我要死了以后 我就见马克思了 现在有一个学者 在美国就批判 你见马克思干什么呀 对不对 你是所谓的马列子孙 他说应该改过来 你不是马列子孙 你是华夏儿女 你是炎黄子孙 你死了之后 你找中国的这个老祖宗 你见马克思 恩克思干什么 还有列宁 这都是极其荒唐 叫四荒 荒唐荒诞 荒谬荒芙荒芜 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 还有不少的人 被洗脑 被上当 比如说 这个普京 侵犯人家乌克兰 中国的有好多大陆的人 还支持 我一再跟他们讲 我说在近代史上 最欺负中国人的 当然就是沙厄 就是沙皇 就是新沙皇 现在就是普京 他已经快败了 他本来打算三天 就占领乌克兰首都 现在已经接近半年了 他败了以后怎么办 败了以后 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遇 把俄罗斯占我们的 外东北 外西北 跟外蒙古 一共是三百多万平方的土地 我们应该 把它要回来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绝对不能给俄罗斯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机会 我就希望大家能团结一致 你在美国你可以发声 你在中国 你不用发这种声音 但是呢 你可以沉默 所谓在中国的人 就是三个字 前面两个字 我们叫躺平 第三个叫润 润 就是三十六计 走一上 我就劝我的学生 还在大陆的学生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在大陆 不要拿着鸡蛋 往石上撞 不要以卵击石 那怎么办 躺平 还有第三个就润 所以我也给大家 说说我这思路 大概在下个月初 我们要在纽约 开一个会 就要纪念 胡耀邦 赵紫阳 基金会 赵胡耀邦 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的 杰出的领导人 总书记 胡耀邦 胡耀邦 下级后 总书记 赵紫阳 这两个人都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一把手 这俩人 非常的棒 所以现在有人 就要开个会 大约是下个月 中中旬吧 中上旬 这个会有什么消息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人民大学 我已经讲过 我们人民大学 有几个杰出女性 33年以前 八九 打死了我们人民大学 八个 这个八人 人民大学死了八个人 当然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其中有一个高中生 我们那里出了一个 天安门母亲 叫丁子林 还有我们有一个张志新 在建国七十周年的时候 为当局评为 共和国最美的奋斗者 后来他奋斗辽宁 在文革的时候 他替刘少奇 说了几句工作话 就造成杀身之祸 而且枪毙之前 还得给他隔喉管 还有我们学校 还有一个校友 叫林昭 林昭原来是北京大学的 杰出校友 后来他调到人民大学了 后来呢 当时把他枪毙 枪毙之后 有关人员找林彪的母亲 要五分钱子弹费 这种事儿 余果他都没想到 他写了一个悲惨事件 所以像这些事儿 血淋淋 所以你们就得理解理解 为什么中国现在又要 台海军演 而且还要大肆的叫嚣 武力统台 我就问问你们 武力统台以后 什么后果 现在你就得分析分析 什么叫红色基因 什么叫红卫兵 什么叫红八月 什么叫红色恐怖万岁 台湾有些糊涂蛋 这事儿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在大陆待过 他们匪夷所思 现在还有人叫嚣 还有就是911 911也是一样 有好多中国大陆的人 叫嚣 911好 把老美给炸死不到三千人 你知道 所以这些人都胡子到点了 你知道 但是我要给他们分析分析 什么原因 中产党洗脑 红色文化的作用 根深剔酷 刚才这位老弟讲得非常棒 他就想 都快 也都马上就奔八十的人了 那你这个 这一辈子 你碰 比如说他说 他是那个师院附中的 师院就是我的母校 北京师范学院 他有一个附中 叫师院附中 北京大也有 叫北大附中 清华也有 叫清华附中 还有就是北师大 也有一个师大女附中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高一的学生 叫王友琴女士 还有一个当时是初二的学生 张敏 张敏前两天也跟我做一个节目 我们以后还要接着做 他们都是目击者 就是他们都是把 他们学校的副校长 变冗云活活打死 把他们的副校长胡志涛给打残 所以说你们以前就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叫少见多怪 你得理解理解 什么叫红色基因 什么叫红色恐怖 什么叫红八月 什么叫红卫兵 现在还有人公开的叫嚣 我们要继承我们的红色基因 我要分一分一 你们这红色基因干过什么好事 你们这红色基因你们干什么 比如现在老有人说 有一女孩穿了和服 他们就跟人干 我说 那个日本他在东北 支持着 原来的末代皇上 成了一个叫叫做 唯满洲国 叫唯 贾大 一共14年 那我要问你了 他是1931年918 他成立的唯满洲国 那我要问你 1931年 在江西瑞金 毛泽东成了一个唯 俄罗斯 叫苏维埃 我就问你都是31年 1931年 日本作为后台 他在东北成立唯满洲国 毛泽东也是一样 他就成立唯苏维埃 他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主席毛泽东 那旗子是红旗 那个货币的头像 是列宁的头像 所以叫做 这个马列 这个叫做马列子孙嘛 叫做马列子孙 红色基因 我就想想 你们光 反日 对不对 日本 干了东北 14年 反正我在东北 种过十年地 我知道东北有 最好的大米 叫东北大米 谁给干的 日本的移民 他们从日本本土 移到东北 就是所谓北的荒 他们就把他们的 日本的种水稻的技术带来 所以后来 原来大米都是南方 后来最好的大米 就是东北大米 东北大米 谁给引进来的 谁给种植的 日本 所以你们一定要 不要老那个 日本侵略 往中国 当然 错 但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 对不对 现在就是说 这个日本 有日本人去参拜 靖国神社 我们就说三道四 那是日本的内政 对不对 但是我们呢 我们的红司令 毛泽东 他的像 还在天堡上挂着呢 人家是把这个 所谓靖国神社 这些人的牌位 他搁到日本的一个庙里 我们可好 我们把我们这红司令 这个像 一直在天堡上挂着 我就问你 你们对比对比 你想毛泽东干了多少事 他双手沾满了 中国人民的鲜血 他双手沾满了 共产党的鲜血 你想他一再 在中国人内斗 一会儿斗刘尔奇 一会儿斗林彪 刚毅解放 他就斗高岗 这都是中央领导 你知道 你想他们党内斗争 极其残酷 所以说你们现在 光说 九一八以后的 这个 满洲国 你们怎么就不知道 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呀 那是在中国 江西瑞已经成立的 他不是搞分裂 他是什么 所以现在老有人说 台湾 台湾怎么了 台湾是中华民国 已经成立了一百一十年了 他的第十五任总统 是蔡英文女士 人家是选的 对对 你想一想 所以我就想 这些历史的事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你要知道真相 因为我们讲课 我讲课 反正就是四个字 实事求是 第一就是求真 别的事都是次要的 就是求真 真相 真实 先得把这个真相 搞清楚 咱们有观点不一样 咱们可以辩论 自由辩论 所以我今天 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我来 我在准备 开这个胡耀邦 赵紫阳基金会 开的这个事 因为胡耀邦 赵紫阳基金会 原来的会长 叫李进去 大约是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以前吧 被一个 女士 好像二十多岁 给刺死了 据说脖子 给扎了三刀 胸口也扎了几刀 死了 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结 那个凶手已经被 这个捉拿归案 但是还没有审 因为美国的审呢 他得举证 制证认证 他得一审二审 他有个过程 而 胡耀基金会的 会长 就是李进去 现在已经 壮烈牺牲 现在呢 他的 现在的会长 是我一老 老同学 老朋友 大概 跟我说 昨天打电话 大概我记得是 下个月的 9月24 好像是 开这个会 我现在正在准备 这个会 就是说说 共产党的 一把手 胡耀邦 和赵紫阳 他们的思路 他们的贡献 给大家说 这个基本事实 有助于大家分析 二十大 中央人事耕动 怎么变 所以我一再的 我不说 我不爆料 我也不猜 我就是跟你说 我经历的 这些历史事实 包括 这个二元逆流 包括九一三 包括粉碎四十八 这都是我们经历的事实 而且这都涉及到 中央最高的层次 就是老大 老二老三 就他们的事 现在今天先给大家 说到这 好 谢谢大家